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十四集,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今夏略失小记 搞定了陆毅,使得他不再咄咄逼人 心情大好的今夏 也放松了警惕,与同事们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 上官稀好奇地问道 你和陆毅出去干嘛了,这么久才回来 今夏轻声道,我去卫生间了 哪里知道他干嘛去了 你俩可是一起回来的,并且明显关系好了许多 夏夏,陆毅不会和你表白了吧 惊吓惊地咳嗽了起来 连忙解释,胡说八道什么呢 他怎么可能和我表白呢 上官稀巧声道,没有吗 别骗我 当然没有了 怎么可能,我们不过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可我们发现陆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你俩演了那么久的情侣,你对他就没有心动过 姐姐,求求你了,可千万不要开这种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今夏连忙求饶道 夏夏,你脸红了,是不是心虚 我这不是见你俩演情侣演得好吗 忍不住都磕上了,CP 上官稀笑着道 演的,都是演的,我就当姐姐是夸我演技好了 演技确实不错 上官稀暧昧地看了一眼金夏 随即又看了一眼陆毅,举起酒杯,微微挑眉 说道,陆毅,夏夏,一起喝一杯 金夏生怕上官稀乱说 连忙举杯应道,好,我干了 陆毅狐疑地看着金夏 醋眉问道,喝那么快干嘛 我喜欢喝,不行吗 金夏原本气陆毅的一句话,却不曾想被众人听见了 大家见金夏喜欢喝酒,便纷纷同他举杯 金夏大话已经说出口 想要拒绝却也来不及,只能硬着头皮喝了起来 看着口是心非的人,陆毅不自觉地抿嘴笑 引导看出端倪,碰了碰陆毅的胳膊 小声提醒,别让他喝多了 明日还要继续拍摄呢 陆毅点了点头,从金夏的手中抢下酒杯 陈生道,别喝了,明日还要开工呢 金夏醉眼朦胧地说着,给我 我还没喝完呢 别喝了,再喝就醉了 我酒量好着呢 才不会醉 好,你酒量醉好了 走,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喝 好 陆毅浮起了惊吓,对着在场的众人说道 他喝醉了 我送他回去 众人微愣,暧昧地看着两人 脑海中早已幻想一出大戏 引导看出众人的小心思 陈生道,大家不要乱想 是我让陆毅送金夏回去的 今天有些晚了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明日还要开工 众人笑而不语 纷纷告辞 至于乱不乱想吗 本身就是不可控的